何久可以说是大家都十分喜欢的一位主持人,一直以来他优秀的人品,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一直以来他都是老好人的存在,经常节目中遇到的尴尬,都会得到他的救场,所以,一直以来他的人缘都十分的好。 前阵子赵丽颖官宣结婚,不少人祝福完他以后,纷纷跑去安慰起了何老师,不少人都认为两人的关系已经有那么些迹象,越过了普通朋友,很多人都认为其实何老师是暗恋着赵丽颖的,很多子两人的合作中,两人都异常的暗慕,靠肩膀啦,甜蜜卫视等等,看上去就真的宛如一对小情侣一般。 而赵丽颖经常说到何久,就会变得有些与无伦似,所以,很多人觉得有可能两人会走到一起,更劲爆的是,两人还曾当街热吻,这怕是一般朋友也做不出来的吧,但是赵丽颖却突然和冯绍峰扯正,这也是让很多人憋破眼镜,感觉何老师是被抛弃了。 两人扯正后,可能何自由也是看着风头不对,人家扯正,这么都跑来安慰起自己了。 最后终于忍不住,把自己的地下恋情曝光到了明面上,原来他一直以来的恋人是王金。 他和王金早就相识,两人其实已经结婚了,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公布过,王金是一位杂志月龄总监,可以说,一直以来,他和何老师在事业上,都是相互扶持帮助。 虽然他比何久还大几岁,但是两人在一起看上去,也是十分的般配,两人很早以前就传过恋爱的消息,但是一直没有被承认。 不少网友纷纷感叹,何久实在是藏得太深了,最后公布的已婚妻子果然就是他。